最近网络上有一项惊人的发现 1996年的日期竟然和2024年的一模一样 1996和2024同为润年 润年全年366天 2月反29天 平年全年365天 2月反28天 这是平年和润年两者最大的区别 1996年和2024年的第一天 同样都是从周一开始 一直到12月 每个月的天数都是相同的 所以国外的网友掀起了一股90年代的怀旧风 有些人从自己家的仓库中 找到1996年的挂例继续使用 还有的人希望在网楼上找到二手挂例 比如这个就是美国女演员 帕梅拉·安德森 1996年的写真挂例 售价达150美元 这是网友晒出的1996年阿森纳的官方挂例 还有这款被称作国王秘史的游戏挂例 当时还是在DOS下运行 麦当娜的挂例当时她38岁 1996和2024还有一些相似之处 这两年都是美国总统的选举年 比尔克林顿在1996年 击败了鲍伯多尔连任了美国总统 2024年美国总统拜登同样寻求连任 这两年还都是奥运年 亚特兰大主办了1996年的下级奥运会 54岁的全阿里颤抖着点燃了竹火炬 2024年的下级奥运会由法国巴黎主办 巴黎也将成为继伦敦后 世界上第二个至少举办过三次奥运会的城市 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 你能从家中找到1996年的挂例吗 如果找不到也没关系 因为在未来100年内 还将有三次日期一模样的年份 它们是2052 2080和2120 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 购买各种各样的官方挂例 等到2月20年的时候 就可以省去一笔购买挂例的费用 甚至可以出售手中的挂例 发笔小财 这个主意不错吧 嘿嘿嘿嘿 关注新鲜社 收看更多有趣事物